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对经济域,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 普罗大众对智力的定义是领悟力、理解力,而且特别把领悟力、理解力定义为与感情截然不同的推理、意会和思维的能力。 有鉴于此,我们对智力有了一个狭义的定义,即能够运用智商测试,用理论考试对结果进行衡量的能力种类。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就是大多数心理学家所智力研究的智力形式。 然而,大多数智商测试都没有考虑到不同的智力类型。 例如,如果你是一个极具创造性的人,很可能在IQ测试中得分低于平均水平。 这是因为IQ测试很少涉及创造性或与艺术智力相关的问题。 直到20世纪80年代,霍华德·加德纳发表了《多重智力理论》。 他认为,生活中的成功不仅取决于智商,还必须依赖其他多种不同的智力类型,比如语言智力、空间智力、情感智力等等。 所以我们的智力评判标准远不止智商测试这么简单,你可能远比自己想得更聪明。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和大家一起盘点能证明你智力过人的12个特征。 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请大家不要吝啬手中的点赞还有关注,您的支持是我们做下去的最大动力。 特征一,充满各种各样的想法,必须承认,在这个快节奏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创造新点子变得越来越困难。 然而,依然有些人可以做到另辟蹊径,很轻松地给出各种各样的新奇想法和创意,甚至是天才的好主意。 在科学上,对天才两个字并没有准确的定义。 很多人认为天才一定是最聪明的,因为聪明人总是有许多卓越的想法。 历史上,许多聪明的天才也因为他们的伟大发现和发明而备受推崇。 但真相是,伟大的想法和创意往往诞生于无数糟糕的点子之后,所谓的天才也要经历失败才能有所成就。 爱迪生,牛顿,莱特兄弟,这些天才的创意背后,是他们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实践,才产生了大量的创意和想法。 而在那么多的点子中,也只有一小部分最终取得了成功,改变了世界。 所以,如果你脑子里总有源源不断的点子涌现,那么恭喜你,你很可能是一个充满创意和灵感的天才。 这种被称为创意生成的技能,一定能让你在普通人中间脱颖而出。 特征二,幽默感。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身处一个沉闷严肃的场合,脑子里却突然蹦出一些不合时宜的笑点。 比如,正在开会,你突然想到以前看过的一个关于秃头的笑话,然后把他和在你对面的领导联系在了一起。 其实,幽默感是体现一个人智力高低最明显的特征。 爱因斯坦将自己聪明的大脑归功于拥有孩童般的幽默感。 而一系列研究结果表明,幽默与智商之间的确存在相关性。 有趣的人,尤其是享受黑色幽默的人,相比缺乏幽默感的人,IQ值更高。 这是由于加工与表达幽默,是需要一定的认知能力以及情绪控制能力的。 幽默的人具有更高的语言与非语言之力,因此他们的情绪受扰以及侵略性产生的几率也会更低。 特征三,能记住很多细节。 智力超群的人往往能够记住其他人早已遗忘的事情, 特别是一些细枝末节的片段和微不足道的点子。 卓越的记忆其实并不是简单的智商问题,相反,它是经验和能力的结晶。 你也许花了很多时间有意或无意地训练自己, 比如每天睡前回想今天发生的事情,不断地搜索, 更新和挑战自己的记忆库,去学习各种小众知识并强化对信息的储存能力。 如此日积月累,你的记忆力每天都在逐渐增强,变得越来越敏锐, 自然也就成为了别人眼中记忆力出众的最强大脑。 特征四,经常进入忘我状态,如果一个人在任何场景下都能做到专注于自己的思考, 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和周围环境的干扰,甚至能进入白日梦的状态, 那这个人大概率是个天才,因为有大量的研究表明, 白日梦与更高水平的心理活动和认知性能相关。 当你进入一种近乎白日梦的恍惚状态,深度沉思通常能持续半小时至一个小时, 甚至更长时间,这正是你超乎寻常的天才特质。 特征五,喜欢独处 对于我们的远古祖先来说,与朋友和盟友的频繁接触是他们生存的必要条件。 然而,高智商意味着一个人更有可能在没有他人帮助的情况下解决问题, 这反过来削弱了社交对天才的重要性。 根据英国《心理学》杂志的研究表明, 高智力人群更喜欢流出独处的时间, 因为在他们看来,无意义的社交对自己的经历是一种损耗, 而独处时的活动则可以提升自己的经历和能量, 特别是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 独处更是他们在工作和学习上产生有效成果的一种有效方式。 特征六,天生喜欢音乐 你发现了吗? 有些人可以轻松掌握其他人难以学会的事物, 比如相对容易地学会如何演奏乐器,原因也很简单, 有天生理解乐理知识和音乐审美的能力, 或者说有快速理解和复制音乐模式的能力。 所以,无论你是音乐家还是乐迷, 对音乐的这份喜爱和天赋都暗示着你可能具备超长的艺术潜力和材质。 特征七,能理解并接受无解的答案。 你一定发现了,这个世界上非黑即白的确定性问题少之又少, 而黑白之间的灰色地带才是常态, 特别是当遇到复杂的问题时, 就更不可能快速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有时成功考验的恰恰是心态, 如果你可以在混乱中保持耐心和镇定, 接受暂时的无解, 就会比其他人赢得更大胜算。 特征八,经常感到焦虑。 正因为拥有超高的智商, 在快速解决问题的同时, 又能更加清晰地观察到生活中不太积极和阳光的一面。 所以,你可能会常常陷入无限的悲观和焦虑中, 特别是当预测到未来的发展可能不像自己期望的那样顺利, 或者是生活中一些无法改变的困境出现时, 高智力人群更容易产生强烈的焦虑感。 特征九,能意识到自身的劣势。 加斯汀·克鲁格和大卫·邓宁 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的文章中写道, 智力水平越低的人越会高估自己的认知水平和能力。 而聪明人不会害怕自己不懂或者是未知的事物, 也不会为了面子而不懂装懂, 因为他们敢于承认自己认知的局限性, 会耐心地寻找各种渠道去虚心学习, 然后形成自身对于未知事物的知识框架和概念, 不停地扩充自己的知识储备。 特征十,容易疲惫。 虽然在印象中天才和高智商人群都是非常忙碌的, 但实际上他们其实更喜欢泛滥, 因为他们喜欢用脑思考问题, 脑子用多了就会疲惫, 在行动上自然会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但也正因此他们会花时间去思考和找寻更省时省力的方法。 所以相对来说,高智力人群完成任务的效率也更高。 特征十一,具有同理心。 你会经常和别人共情吗? 比如看到别人哭,你也会很难过, 跟着一起哭。 高智力人群具有高敏感型的心理特质, 他们对于身边人的情绪变化有很迅速的感应能力。 正是因为能够敏锐地感受到当事人的喜怒哀乐, 他们也更容易在交流中与当事人形成一种情感共鸣, 成为值得大家信赖和倾诉的最佳对象。 特征十二,喜欢阅读。 研究发现高智力人群一般从小就喜欢阅读, 他们不但阅读学校提供的教科书, 还会阅读不同题材的杂书。 正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是传递前人知识成果的媒介, 阅读在很大程度上开阔了人们的视野, 提高了解决问题的技能。 同时,对于天生爱思考的高智力人群, 阅读也让他们对人生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 说了这么多,如果你中了超过一半的特征, 相信你一定是个智力超群的潜力股, 可千万不要浪费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哦。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和各位分享的内容, 希望大家通过收看我们的节目能有所收获和思考。 看到这里的朋友别忘了关注对境境域, 再次感谢大家的点赞还有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吧。